哈喽我是露露 今天要带大家来做一个绿色系的三菱风花圈 我在影片中分享制作过程 还有一些小心法 希望对你在制作花圈上有一些帮助 这次我使用的都是新鲜的真叶树花材 包括了尤加利、雪松、蓝冰箔还有诺贝松 我用的花圈底座呢 是我在前一天晚上用新鲜的柳树枝自己抓成的 我们在做花圈之前呢 先决定好上下左右的方向 然后在最上端用绳子绑好 因为我们在做好花圈之后才要绑绳子的话呢 会很不好处理 所以是先绑好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裁剪花材 把各种花材依序裁成三到五公分的长度 因为我们要绑花圈的时候呢 两只手会非常的忙碌 不太可能一边绑扶花圈一边再去裁剪花材 所以这些呢都是在我们开始绑花圈之前呢 先处理好才会方便 剪好之后呢我们分出每一个小枝的上下的方向 然后分类的放好 花圈下方的内圈是我们做花圈的时候最容易忽略的地方 所以我建议大家帮花圈先准备一个枕头 把它垫高 方便我们去检查下方内侧的情况 那做的时候呢把三到五小枝剪好的花材抓成一小数 然后绑起来 绑的时候呢同时间顾到内侧还有外侧 比方说我现在绑的这个它是属于内圈的 然后呢我们再叠加上一个中圈的 然后呢在最外侧呢再绑上一个外圈的花材 这样子呢它就会感觉比较厚实 不会说内侧或外侧有空缺的情况 除了我们在整理花材的时候分出上下方之外 我们还要留意花材的正反面 把花材的正面呢通通朝上来绑花材 这样子作品就会比较有精神 实际在绑花圈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即使一小数一小数的这样绑扶起来 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空缺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也不用成数的去绑 你可以找一两只花材把它填补在空缺的地方 花圈呢有的时候你用单一种花材去做 它就可以很漂亮了 那我现在今天做的呢这个是同一个色系 绿色系的 但是呢我找了四五种花材 让它在形状上有一些变化 就即使是单一色系的呢也不会觉得那么的单调 即使我整个花圈都是用真叶树绑起来 不加任何装饰品 其实它本身也是也还挺好看的 在搭配上呢就可以考量一些变化 比如说有一些是针状的 有一些是原液状的 有一些可能是蓬松状的 我们现在做差不多一半了 通常我会在这个时候检查一下下方内侧的圆弧 这个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但是呢却也偏偏是我们视线最容易看到的地方 所以呢我就会把它放在我们准备好的枕头上 来检查一下 然后补一些叶子 手绑花圈呢其实是蛮耗体力的 所以呢大家要适当的休息一下 休息的时候呢同时你可以离开一下你的作品 然后再回来看一下有哪些需要再改进的地方 现在大致上是做好了 它其实没有很丰厚 但是呢在它有缺口的地方 正是我们可以补上一些装饰品的地方 我用铁丝绑符的方式加上了一些松果 还有棉花 还有一些干燥花材 通常在做花圈之前我会多准备一些材料 但也不是所有都必须用得上 像是我今天准备的一些缎带 还有粉红色系的话我就没有用上 用铁丝来绑装饰品呢 会比较有立体感 但有的时候也必须用上热绒胶 因为有一些东西是不方便粘上去的 后半段再放装饰品的部分呢 因为天色一晚画面有些模糊 这个照片是我隔天天亮之后拍的 在制作花圈的前一晚呢 我们先做好了花圈的底座 我是用新鲜的柳枝抓成的 希望之后可以录制到更清楚的花圈底座的制作方法 再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集再见